平川缩练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又是周末 大家玩的开不开心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兽族一个有意思的打法 相信一些玩家很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奔长对抗 省房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EI 出身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兽族 ID叫WUDI 这个兽族简单称它为剑圣哥 他非常喜欢就玩一个剑圣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人族ID OB1 我相信是玩星球大战的 观众很喜欢这个名字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 接下来的一个英雄选择 人族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兽族这一边剑圣哥 那肯定出剑圣啊 开局的话兽族家里并没有放兵营 倒是商店早早就放好了 商店好了 剑圣前期买一组药膏 可以疯狂的去干扰人族链级啊 好 人族的话首发大法师 看看会不会开矿 这张地图的矿还是比较好开 但是能不能守住呢 看自己的一个实力了 这边的话家里暂时还没有放塔 但是口子堵的倒是严严实实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兽族 没有放兵营 但是呢战争模仿还是要造的 万一对方上来踢啊 家里呢可以造连塔 升高二本之后可以出这个车子 好 剑圣走出祭坛 我们看看剑圣接下来选的练级呢 还是选的跟着对方 不让对方练级 好 上来的话 哎 犹豫了一下啊 想练 但感觉还是抓对方比较好 好 人族开局的话 直接是敲民兵练雇佣兵 雇佣兵练完 抢个环皮给大法师加加血 舒服 好 我们看看欧比旺怎么打 上来的话先把这个五级的野怪给处理一下 能掉一个好装备吗 黄皮买好了啊 打了一个纸环 加五 剑圣极风不乌游 开着加速来抓 这个狗头人 三级狗头人可以输出一下 嗯 没有打 好 想另外一个三级狗头人 再把水元素给搞掉 大法师 打 剑圣蹭了一点经验值 哎 这一波的话剑圣糊口夺食啊 剑圣有药膏 不怕啊 血量可以消耗一下 等一下呢 刷季风不一开 把剑圣继续砍这边残血的小农民 小农民往后撤一下 黄皮加加血 人族操作还是有点细啊 这里再卡位卡位 哎 小农民卡个位 哇 剑圣 能打出来吗 呛 哇 凉三滴血 大法师再打出来 他就没了 呼呦 这个剑圣 玩得有点极限啊 家里的话 二板在升级当中 卡还是要造 这一波剑圣 好 胆子很大 继续来 那人族一看 把对方打跑了 铭铭一敲 可以开矿了啊 家里口子堵得很严实 矿一开 修复 剑圣现在状态有点差 还敢来吗 我们看一下 剑圣说 我敢 我有药膏 我就敢 那人族赶紧把这个五级蓝炮子给处理掉 千万别被剑圣给抢啊 好 剑圣还是来迟了一丢丢 哎哎哎哎 公爪公爪 大法师有点紧张了啊 公爪还是拿掉 一级剑圣还是比较的脆啊 哎哎哎 别好 想抢 没抢着 现在大法师的话 有公爪在 剑圣呢 等一下 看看有没有条件啊 去中间上面买一买 人族直接开矿 开矿 打你不出兵营的 还是有点针对哦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剑圣怎么整 要不去买个贵族托还 科技的话 阿本即将升好 人族呢 现在是开矿 暂时 没有去升本啊 大法师 先把这个分矿 守得严严实实的 不太敢走 剑圣的话 买了个鞋 买了个单纯 并没有进去买书 书装啊 好 家里 这个人族应该是 这个兽族的话 应该是被人族踢阿贯了啊 尖刺障碍 很早就升好了 就怕对方的步兵 过来拆自家的地洞 好 剑圣 买了一组 买了一组道具 过来 想杀黄皮啊 这个黄皮 反应很快 及时钻到里面去 这个建筑学 就很讲究了 哇 哎 我卡个位置 扭个屁股就进去了 好 剑圣 幸好有单船啊 也撤退 我们看看兽族怎么玩 嘿 这也是他一贯的打法啊 双牛头人图层 应该是直接要是三本了 三本出牛头 黑牛白牛一起出 当然 如果对方的话出空军 那他可能会转兽篮 大法师的话 分块稳住了 接下来 大法师要到三 到三级之后 家里呢 把这个什么顶顿夫特曼 生好 可以借对方家里 强拆一波建筑 大法师现在是2.8级啦 即将到三 三级之后 有二级大水源 剑圣 我继续来了 哎 剑圣 又姗姗来迟了啊 这里的话 这个黄皮 看看要不要 拨一拨 上面的话 贵族头环 没有买 大法师继续练吗 要不买个粉吧 毕竟对方是剑圣 好 买粉了买粉了 买粉了 二级大水源招出来 剑圣急风步 时间到了 撤 这边人族侦查 看看对方在干啥 怎么一个剑圣 一直在搞事 大法师到三级 剑圣才一级 这个剑圣还在打 还在 受阻这套打法的话 前期剑圣就是骚扰 然后自己就速攀科技 跳三本 出黑白牛 剑圣 这个环笔能不能砍到 好 剑圣步进去 我就钻出来 副兵再卡一个位置 别说啊 人做这个细节还是不错的 剑圣很极限 又是十几滴血 刚才的话 量三滴血 好 三本的话升级当中 这边白牛开始出 先出白牛 再出黑牛 大法师的话 现在已经是 3.4级啦 打了个眼睛 这个眼睛好啊 这个水元素看见A掉 健身狂喜 终于可以赚点小便宜了 一刀解决 这个黄笔 好像大限将至啊 好 打了七分钟 健身终于是到了二级 不容易 这个时候人足还在练 还在练 人足的话 二本刚开始升 他怎么科技这么慢啊 他科技有点慢 刚才的话 一直是练级 绑健身啊 科技稍微的有点慢 按道理的话 资源应该很快就够了呀 健身现在的话 有白牛在 灵魂链可以套一套 接下来两个白牛 可以防止人足的 一个进攻啊 因为大法师到三级之后 二级大水元很强 两个白牛呢 就是驱散你的水元素 好 大法师打了个啥 大无敌 撤一波啊 主要是步兵撞来 有点差 万一健身过来 打收割就伤了 三本好了 看看兽足 要不要买迷你基地 一般来说 三本刚刚好 还是出点兵吧 你要是上来 直接买迷你基地 万一对方发现 一拆 那可能就没了 好 人足现在大法师 等级升的贼高 分矿的话 建筑学搞一搞 用房子 把自己的基地给围起来 尤其是个铁匠铺 相当的经典 家里的话 人足二本科技 非常的慢 但是防守 做的确实很到位啊 基本上铜墙铁壁 比三层 外三层 围得非常好 大法师等级也是起来了 另外一边 好 看见水元素了 处理掉 果然这个兽足 还是蛮迷你基地啊 那刚才水元素 如果小心看一看 应该知道 对方要开矿了 大法师三级 要不要过来尝试进攻一下 哇 兽足三本水泥塔 尖刺障碍全有 那一时半会搞不动 好 看看要不要拆一下这个矿 这个矿 要是能拆成功 人足的话会大赚特串 对方刚刚投资 什么还没有收回来 来了 这个时候 兽足的白牛数量有点多啊 白牛打这个固冰 还有水元素都很强 来 拆了拆了 二级大水元 然后拆拆对方的一个塔 那剑圣过来 三级剑圣了 这个输出还可以啊 虽然说专备一般般 呼兵看到剑圣有点害怕 二级大水元 见到白牛 好像也没有发挥空间 好 那这一波的话 兽足完美防住了 对方的一波进攻 接下来 塔多造一点 地动作造一点 防守一下 人族现在看到剑圣 有点搞不太动啊 二本升好 二发山丘 要不要升个三本呢 好 他没有升三本 他觉得 我这个科技本来就慢 再升三本的话 黄花菜都凉了啊 直接二本 爆兵 双神明圣殿 加上一个车间 车间的话 出点飞机 小炮 飞机的话反应 小炮的话狂轰战炸 哦呦 这个大法师 大法师的话 没有交TP啊 直接被砍了 这打到后面 人族稍微的有点迷啊 前期看他操作的细节 还是很不错 但是打到后期 稍微的有点迷茫了 嗯 这么大的优势 是吧 双框打单框 不知道怎么玩了啊 大法师送了一次 剑圣呢 马上到四级了 好 有钱 直接办法吃买活 买活之后呢 家里主框有没有双电啊 主框暂时没有双电 分框有 这个时候剑圣又跟上来了 剑圣是有电球的哦 固兵要留下来了 大法师本来想起练个点 富贵显中求 但没想到被剑圣给盯上了 这咱走好 山丘来了 山丘听说你很嚣张 捶 来一个围杀不 对方有急昏步 暂时围不住 白牛来了 这里步兵 还是比较怕白牛的 剑圣升到了四级 那这里男女巫赶紧出 女巫一出 一下子两个男巫嘛 按道理的话 第一个是男巫加女巫要出的 两个男巫 好 受族分框的话 稳住了 这边黑牛开始了啊 受族的话 这个人他就非常喜欢玩黑白牛啊 然后单剑圣玩到底 我们看一下 家里的话 黑牛这个粉碎伤害 升级一下 攻防升一下 山丘出来之后赶紧练啊 山丘要练到三级 三级之后有二级的锤 可以显着一下这个剑圣 大瓦尺到四了 大瓦尺等级有点高 如果能分一点经验值 给山丘就好 这里剑圣 上面还有一个点可以练啊 这个点也可以开一开 现在双框打双框 是吧 中间这个框啊 这个也分出谁的资源多了 白牛勾一下 哎呦 这个白牛勾的还是有点危险 好 剑圣把这个点练完 差不多就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砍眼熊还是很强的 人走现在是小炮来了 大法师的话 让软经验值 让自己的山丘单独吃 好 民兵过来一看看见了啊 原来对方在练这个点 这里打了一个指环 加五 剑圣显得四点几了 这里开始换腿了 那兽足的话要赶紧回房 剑圣带好了电球 黑白牛 生好这个复活 来了啊 人足72人口 兽足70人口 双框的人口都是比较的高 剑圣上来砍小炮 哎 山丘过来赶紧 吹他一下 女巫 哎呀 对方的话直接顶无敌 剑圣这个输出环境就非常舒服了 大法师没有洗点 因为洗点的话 你水元素就是经验值 看看 刚才能够处理一下对方的黑牛 把黑牛给处理掉 这边白牛 驱散一下你的水元素 现在人数73人口 哇 这个黑牛生好了粉碎的话 这个速度有点给力啊 水元素一招 直接又驱散 山丘的话看看 剑圣要开始出来了 一刀收割火枪 现在受阻黑牛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无限复活啊 人族有点搞不太动 76人口来了 大法师一看 这对方的部队 简直就像不死大军一样 马上复活 直接交个TP 完了 本来想二本一波流 把对方给打掉 这没想到对方的科技太快了啊 三本 这里破法在前面也扛不住 怎么办 打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剑圣 5.8级喝 经验值倒是没有吃到多少啊 好像就吃了几个水元素的经验值 暂时呢 还是没有到6 看杀兽能到6 6级之后 狂风暴雨 一波冲 好 人族 上面造了个塔 我们看看 这里的话 人族赶紧把这个山丘练到3级啊 山丘练到3 等一下有2级锤 现在这个剑圣 但是关键是这个黑牛怎么去限制啊 如果能出点 出个三发的一个火魔 可以稍微的限制一下对方的复活 可惜 人族没有去升300 哦 要升300了 要升300了 现在发现自己二本兵 有点不够看啊 太脆 山丘升到了3级 身上的话有一个大无敌 哇 受阻什么情况 直接开框啊 4根水泥塔 1234 这边一根 哼 一口气 5根水泥塔 然后80人口 黑牛的话 零攻养防 主升防啊 先把护甲给踢起来 输出的话 已经很高了 那现在人族继续是 升攻防 部队继续补一补 可惜啊 一波拿不下 接下来看看怎么打 健身再打下去 马上到6了 受阻现在不对 直接是手上面这个框 健身回去买个迷你基地不 没有买 没有买的话 可以造个基地吧 反正现在不着急 哇 这黑牛的数量 有点多 健身5.8级了 看见了一个火枪 嗯 先把这个火枪给留下来 一刀 直接出了一个进化 哇 196的一个暴击 健身没什么装备的啊 在172的一个暴击 好 健身马上要到6级了 那这个时候人族又开始发车了 收走选择TB 大法师位置站好一点 千万不要被秒了 好 来了 健身到6 急风步 上气 直接要开大招了 开大招了 大风车 转呀转呀转呀转 转呀转 哇 人族 吃个群补 抬一下 南乌 倒下一个火枪 倒下一个 哎 能不能锤锤健身 哦 健身急风步躲锤 还可以啊 可能健身 现实手练都还可以 每次都极限逃生 这里撒粉 撒粉 限制健身 山丘 等我等你无敌时间一到 我就捶你 这次无敌水会到了 先撤一波 人族民兵敲了出来 这一波两个人 拼得都很惨烈 有几个黑牛倒下了 白牛赶紧复活复复复复 倒下去 再站起来 好 又站起来两个 一瞬间站起来两个 人族 民兵的话 前面有点抗不住了 乌鱼 身好这个粉碎伤害 黑牛太强了啊 没有后退 仰望之前 人口 受损的话 瞬间又恢复到了70人口 人族68人口 这里大伙是买了个群补 顶上火气去冲 这里小农民卡个位置 很细 群补一吃 现在健身又来了 健身的话 大扎还有一半的CD 健身有没有无敌 空个无敌 马上到七级了 这里白牛 电牛一个一个倒下 健身到七级了 这个打的相当的刺激啊 就是互换战争 受走士心想 我能复活 各种复活 倒下之后再复活 虽然对方也有经验值啊 大花车这里怎么办 没有群补了 山丘身上倒是一两个无敌 好终于锤到了健身 山丘自己也很危险 健身的话 现在看看 砍个破法 破法走了 人族现在没有群补 部队掉血贼一块 山丘有没有锤 山丘现在差不多有锤了 哦 跑了 哇 这个黑牛粉碎伤害太高了啊 那受阻 马上又要开出一片矿来了 人族怎么办 人族这个部队的话 看看主矿 还有两千多块钱 正面拼不过呀 好 下一波团战 健身大招 又好了啊 开局 我就开团 我就直接在你后排放个大风车 人族要急性拉扯 吃个群补 等一下群补一吃黑牛往上顶 怎么办 好 大法师马上到五级了 要不要去洗个点 但是大法师洗点好像也没有输出环境啊 在剑圣上来捶你 山丘看他们第一时间限制这个剑圣 人族看一下家里的话 好 男女巫继续戳 剑圣的话 大招又好了 找机会 要不要去杀农民 好 人族民兵又敲了啊 每一波团战 必敲民兵 这里的话空点群补 无敌道具 一个群补啊 一个群补啊 英雄人手一个无敌 又来了 剑圣在中间直接接你的民兵 来了 黑白牛又站好了这个位置 大法师马上到五级了 好 山丘 二级敲地板啊 敲一下 然后你黑牛挡下一片 大法师五级了 这一波人族真的一波又一波啊 不有山丘也是稍微的有点抗不住 好 挡下 黑牛又拉起来 不要躺平 给我站起来战斗 黑牛一个一个又拉起来了 那这里 正面一碰 粉碎伤害 前排的话人族完全站不住 好剑圣来了 好 找个好机会 大招要不要 又开一下 大风车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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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个人互怼 剑圣升到了八级 剑圣的话 哎呦 倒着一色血交个TP 这一波天团战 人族人口又掉了一半 砸着 这兽足马上又拉起来了 好 兽足这个分框马上开好 剑圣八级 黑牛的话 现在零攻两防 怎么办 人族冲了一波 又一波 就是没有拿下 人族虽然是双框在手啊 但是这个资源 确实补不过来 兵出完买道具 道具的话钱都不够花啊 大法师五级 山修 啥时候能到五啊 四点四点七级 马上也到五级了 但这个剑圣很刁准 他上来的话 交个无敌 然后无敌时间到他又跑了 过一会呢 他又开个大招来了 好 剑圣现在是八点三级 那这一级的话 剑圣有可能达到十级啊 人族又来了 人族是一波一波又一波 这一波的话 看看有没有群补再控一下 哎哎 剑圣已经提前过来了 好 开个进入步 山球 敲个地板包 敲个地板 这里 操作很细 白牛先跑 是吧 黑牛扛伤害 反正这肺肉能继续拉起来 剑圣的话 大招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剑圣又在后排 好 又顶个无敌 又是顶无敌打输出 山球山球 什么时候能到五级 面对黑牛的伤害 山球有点拷不住 剑圣的话 好 还有一小伙 无敌 大招又游好了 这里黑牛 勿回勿 勇往直前 完了完了 又到下一片 剑圣分身 躲伤害 大瓦斯大瓦斯 一身血 交个TB 山球的话 也是一身血 好 这里还有很细啊 一身血的黑牛反补了 不给对方经验值 那人族 人口又掉了很多 又被打回来了 兽族的话 95人口 那兽族 慢慢推进 慢慢推进啊 怎么办 家要被对方推平了 现在人族大瓦斯 三级大水员 一招 已经达到城门口了 对方的话 勇往无前 往前冲 剑圣的话 大招又好了啊 剑圣的话 好像应该是想杀农民了 开个大招 大风车转 三根塔 全部给你拆了 剑圣升到九级 这里山丘山丘 山丘的话 孙丧的话 没什么 没什么难啊 对方黑牛 这个小窄口还可以 剑圣 把你农民先给屠杀完毕 黑牛一个一个 又站起来了 剑圣找救凯英雄了 农民杀完 杀你英雄 剑圣九级 马上要十级了 大瓦斯 无敌交出来 山丘山丘 山丘跑不了了 怎么办 山丘跟他往哪跑 敲个地板 哇 好 无敌也交出来了 山丘要是能再敲两下就好了 但是最后一个群部又弹回来了 现在人族部队一个一个倒下 剑圣升升到了十级 山丘敲个地板 有没有蓝屏 有蓝屏 我们再敲一下 能不能倒下一片 山丘能不能敲一下 哇 敲一下 倒下四个白牛 但是自己也扛不住了 大华士倒下 山丘倒下 我们恭喜兽足 哇 这一局 双方的话 打得相当的刺激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下一个视频